-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今頻道的 剛剛東莊西網就播了何伯和何太的最新資訊 訪問其實我都看了,反而是令到我有少少吃驚 為什麼呢?平時我們一直在說苦毒不食 但想不到可伯不是,他現在直接與子女變成仇人 老死不傷往來,是要對付大家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大家都知道 有一句說話叫苦毒不食宜 但可伯就不同了,他的大兒子是有跟他說 叫他不要搞那麼多事,待會搞到他份工都沒有 但可伯的意思是說你們都敢對我,那我還要親吻你嗎? 嘩,這個人果然是報復心很強,然後就說我要爆他大鑊 讓他的事給全世界人知道他無工做就無工做咯,關我什麼事? 那說真,說真,你又想在人身上拿錢 然後他無工做的話,你覺得他會不會給你錢? 更加不會給你錢啦,你又把大兒子的東西爆出來 然後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譬如大陸還有頭住家 龍鳳胎這些,至少外人不會知道 但原來這個事件,大陸有頭住家還有對龍鳳胎這件事 是他老婆,大兒子老婆還有女兒都知道的 即是這一家人是多麼荒謬絕倫,為了個前程是可以啞口忍氣吞聲的 是好誇張好誇張的一件事,那如果就連個大兒子的家庭都是這麼荒謬 那我理解得到為何可伯覺得把自己的歸房趣事樂事 拿出來分享覺得沒問題,原來他們家庭就是這樣的人 還有看節目的時候,是有不少人是和何伯和何太他們合照的 我之前都說了,對於何伯和何太來講 現在香港市場已經不重要的了,他們現在要的市場就是大陸市場 只要他們大陸市場OK沒問題,有一大部份人或者有一部份人喜歡他 基本上他們已經是贏了的了,你看下都很多人和他們拍照合照明星的了 所以你說林作叫人在香港抵制他,其實沒用的,你叫不到大陸的人抵制他 就算你在香港那裏講到幾禁意證嚴遲,講到他兩個幾衰都好 但他們的市場根本就跟你不是同一個市場,他不在意你香港這邊是甚麼情況 只要他哄得掂那些跟他價值觀相同的人就可以了 其實可伯這一個動作,爆個大仔耳仔的東西的動作 其實相當於是一個泥漿出國,甚麼泥漿出國就是我要抹黑你,搞臭你先 那你和我都一樣臭啦,自然會有人開始支持我啦 有人開始支持我的話,輿論就會轉向然後 他那班總實粉絲就要幫拖去出征去戰 所以這一個情況,可伯和何太厲害,是能夠想到這樣的動作去反擊 因為其實之前整個市面是一面倒的 但現在爆個大仔,另外有頭家,這對女人來說是好驚忌的 你有頭家的,還生一對龍鳳胎,原配老婆怎麼辦 這些事件是會令人討厭他們的 現在他們在鬥討厭的人多還是少,然後回到大陸,還有幾多人喜歡他 就是這樣來玩咯 還有銀行那裏,說犯法那裏其實都過癮的 銀行其實我一早就估到是不會談到些甚麼出來的 但是他們仍然是走過去談的 這樣談完之後,銀行方面跟他講,無得搞的啦 然後他們真是打算去中環那裏遊行,完全估不到他兩公婆是這麼光烈的 我想他某程度上其實都算是成功的 至少現在來講,是開始多了人支持他,跟他有合一下照,拍下相 而且你見他每一次直播的課金都收不少 是多過不少在香港的KOL的 有些香港的KOL收收賣賣的課金,都沒有他們那麼多 他們直播一個小時又有萬多元,人家可能講到口水都乾了,都未必有兩千元 還有,其實今日他們應該已經是去完銀行啦 我估計銀行其實跟他應該解釋到好清楚的啦 上一集也都有同大家提過啦 你要拿那麼大筆錢,或者轉賬那麼大筆錢是要授權的 那如果一層一層授權下去,是有人監控監管的嘛 你好難說收買得到所有人的 銀行方面應該也是這樣跟他講了啦 現在他就說要去別人中環總行那裏拉橫額示威 但示威應該要申請的是不是呀? 阿何伯和何太啊,只是上次那一單事啊 咬個大仔大鑊那單啊,都還未玩完啦 現在又再來多一單,是不是犯法犯開上癮啊? 他話就說自己行得正其得正啊,不怕人告啊 大佬,你怎樣行得正其得正都好啊 法律就是法律,無情講的,犯了法就要受審啊 喂,五年喔,如果他真是判你那麼高罪那麼重罪的話 現在七十六歲就坐五年,八十一歲就出回來 這樣的身體狀況這麼老,頂不頂得順啊? 一會兒你想拿一百萬做生意,人家私隱條例那裏就罰你一百萬啊 血本無歸,跌了心水,賺錢更好啦 你現在這樣跟子女女去打泥漿摔角,他們不出來都沒用的 你是想搞到他們連份工都沒有,是想搞死他們 你覺得呢,人家拿了些錢就是想置你於死地 那這句呢,就是何太不停在講的事來的,好像在挑撥離間那樣啊 不過啦,如果那個大兒子真是沒了份工,我想啊 阿可伯和何太想拿回那四百五十萬更加無符啊 而且你看到啊,何太是有野心的,四百五十萬不是他目標啊 他目標,是要將阿可伯曾經給過兒子的,給那些子女的東西全部要收回來 一見不留這樣來玩啊 即是說呢,他計下條數是有過千萬的,人家計啊是計這些大生意啊 四百五十萬啦,當濕濕稅啊,一開始一百萬,或者未一齊的時候 已經是叫做有禮物收啦,情人節啊,還有龍鳳鴨啊 香港第一次聽啊 雖然啦,整件事好似說到好慘啊,大家都在罵何太,是不是? 但大家都不要忘記咯,如果阿可伯能夠有少少定力的話,基本上不會發生這件事啊 那都要多得阿可伯行濕才行的嘛 你看他呀,上節目呀,隻手都摸來摸去啦 你說他有沒有上過大陸嫖過呢? 因為之前啊,仔仔女女發了一篇文,說他上大陸嫖啊 那何太出來護膚啦,就說,阿可伯不要去叫雞的,不會做這件事的 但是他後來所說的一句又令到我好嘔嘴的 他說,什麼的商務呀,生理需要那些我又明白的 不過可伯就不是這樣的人啊 那不信你又可以聽聽啊,我特意拿回那段語音出來啦,大家研究下啦 會叫雞的那些人就算他有百多億身家 我都不理睬那些人的啦 如果他不是人品好,我怎會看一醒他呀 公道自在人心的,我相信是會有王法的 當然會有人理解,就算那些生理需要去親妻呀 做什麼,老婆在身邊都去解決 但是我老公這種,他不會的 我老公這種人很保守,很重視那些東西的 他一般女人,即是搖不開他的 是啊,其他人,如果你不是真是一個好心底的女仔 好真心呀,好性情,好真誠那些人 其實他根本,你怎樣搖他都搖不動他 他的興趣的,真的 成千萬那些是我老公的錢呀 以我都沒什麼關係的 最至要他手上有錢呢 他有個保障自己的 手裡有錢就不用怕呀,是不是 他的身體呀,一個人身體上 隨時都會發生變化 如果你手上沒錢,真是呀,不知道怎麼辦呢 那你聽完啦,其實我覺得 整個價值觀是好奇怪的 話不在意錢,開口埋口都是錢 每一集每一句幾乎都好容易 又找到四百五十萬出來講的 而且這個錢估計是好大概率拿不回來的 到底之後這兩夫妻 會不會真是選擇去銀行門口示威呢 會不會被警察拘捕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看看他們怎樣表演啦 不過原來可白曾經是有跟個個大仔溝通過的 那個大仔警告他 就說不要再爆我的東西呀 就說自己連份工都沒了呀 但是可白提到呀 你這樣對我都不當我是老豆啦 那就爆你咯,等你沒了份工拉回你下來呀 然後他又認為自己是對的 他說你們成班人不顧我 我顧你們做些什麼呀 最後也都留下了一句法庭見啦 而其實剛才都講到啦 那個大仔這樣出軌發啦 就連是自己老婆和女兒都知道呀 那可白你到底怎教兒子呀 首先不講錢的問題先啦 你教到兒子變成這樣又出軌 在外面還生其他小朋友 去這樣令到老婆難堪 現在你呢其實是令到媳婦都被人笑一份呀 所謂苦毒不食儀 你?教到兒子這樣你沒責任的咯? 然後你教到兒子變成拿你錢又出軌 跟著你還說要毀滅人 你不檢討自己的責任 為何兒子會變成這樣呀 你是完全一些責任都沒有的咯? 那你老婆跟你講些什麼 你又照做些什麼 那聽話呀 對自己家人呀 兩邊呀都可以去到這麼近呀 那我估計分分鐘呀 她的子女呀走去報警多次呀 如果報警的話真係的呀 可伯去審再加上她的大仔是警務人員 分分鐘 可伯何太最佳一等呀 一開始呢 其實是呀 何太在大陸的討音上爆出來先呀 然後啊 可伯呢 就迫不及待在電視上爆出來呀 本來啊 可伯不出聲的話 不爆過大仔 那可能啊 犯法的都只是何太呀 現在巴閉啦 何太可伯的齊齊犯法啦 那到底人家會不會告她呢 如果告的話 那這單事真係沒完沒了咯 好啦 那今集呢 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